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不要让你的子女猜来猜去 到底爸爸妈妈留下的东西给谁呢 与其我们走后留下谜团 不如写下答案 一个人年纪越大 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 或许是书画古董 或许是珠宝 现今的世界 谁都遗产资争 都是因为财 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定价 所以到底谁拿多了 谁拿少了 哪个子女拿了个不值钱的东西 又哪个子女拿了个价值连成的东西 每个人都怕自己吃亏 收藏的东西不像现有的 钱一样有一个实在的数字 所以嘛 请老年人要把遗嘱交代清清楚楚 到时然后就依法分配 家庭就不容易有纠纷了 我觉得有些对你来说是一个宝贝的东西 很好啊 但是好不好留一个记录 或许你收藏的东西 把它拍下来 然后写下一样一样 写下来什么时候买的 价值多少 现在你觉得价值又是多少 当你有留下一些文件的时候 交给下一代 最起码下一代也不会把你的宝贝 当破铜烂铁扔掉 还是卖给卡朗古尼 或许你说 哎呀 我只是一般小市民 没什么好东西留下的 不必理 请容我提醒 有多少家人 只为了一枚戒指 一张或许是不怎么值钱的话 却吵得不可开交 大户人家 财产分贝不均 告上法庭 我们看报纸都有比比皆是 小妇人家 因为分配不均 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啊 所以 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家 早早把财产写好 分配好 我们在财产二 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